我是李悠成 在台湾已经待了五十多年 大概从我离开渔村那一刹那去 我的礼善的人生就这么决定了下来 回到这个教室 勾起很多回忆 我这一九七六年的秋天就进台大来念硕士 硕士念完以后继续念博士 到一九八六年毕业拿到博士学位 所以在这里读书至少有十年的时间 那拿到进入博士班之后 然后考过资格考之后 我也继续在台大监课 拿到博士学位当然那个课还是继续下去 一直到二零一六年 我送走了在台大的最后一位 我教的指导的最后一位博士生 才结束我在台大的教学的生涯 我出生的时候是战后第三年吧 当时马来亚还是属于英国的殖民地 英国当然在战后就重新回到马来亚来 当时马来亚还没有独立 不过战后出生可以想象那个时候 百费带心 很多地方还是蛮贫穷的 那我就生长在马来半岛北部 吉打州的一个小渔村叫做班查 家里父亲是补鱼为生的 家庭生活非常简单 我们整个渔村大部分人都是靠海为生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成长的环境 可以想象我并不是出生在一个书香的门地里面 所以读书什么对我来讲 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阶段 也没有想过将来会做些什么事情 中学毕业以后呢 一时也找不到工作 曾经找过工作 我曾经试过好几个地方 但有一个地方对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个 好像是五金店这样子 他要录取我了 但所以要我住在店里面 所以说我还要管账 还要看店 晚上要睡在那个地方 我就心想 我就所有的时间就没有了 因为我喜欢写作 那时候在中学就开始喜欢写作 我希望能够有一点时间写作 后来想想这样的工作我没有办法接受 后来有一整年的时间吧 我大概就是以写作为生 我第一次听到李友诚的大名 是我在沙老院念中学的时候 李友诚中学毕业之后 在西马的交锋 月刊跟学生周报担任编辑 对西马文坛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也培制了不少的新人 那我们太多重要的这些马滑 就不止其实很多香港跟台湾的作家学者 都有在交锋发表过 其实我觉得交锋就是像是一个条梁吧 衔接了台湾的现代主义 还有香港的 然后介绍到马滑去 让更多的马滑这些文艺的青年 包括像我自己 可以认识到更多的这一个国外 可能是香港或者是台湾 甚至是西方的异界的作品 写作《现代诗》他当然是前辈 就是1960年代 就在台湾 在马来西亚就成名 然后在槟城 有什么写友会之类的 他当然是相当活跃 所以我们认识中的李友诚就是诗人 李友诚 那他因为他在现代诗方面 的确就是一个前锋的角色 那时候常常要跟他打比仗 很多人骂现代诗 那他也就很 以前就写了一本书骂他之类的 所以非常有名 所以终于见到李友诚 很高兴这样 可能大家都听说过 王景树 曾经在马娃文坛放了一把火 把这一批 数十年如一日 不求进步的现实主义作家 狠狠地修理了一顿 其实最早挑战这一批现实作家的是李友诚 那双方曾经也有一场非常激烈的火爆的比战 那在这之前呢 我有点年少轻狂吧 就写的文章批评一些 现实主义的文学 就觉得那些现实主义的文学比较矮板 就是比较没有什么创造性 特别在语言跟题材方面 那我觉得文学应该贵在创造嘛 所以我大概写了一篇短文批评他们 那引起他们的一些现实主义的作家的不满 他们就跟我展开比战 那其实蛮凶的 他的比战都把我骂得很厉害 不过这个比战对我有一个很大的冲击 就是说我深深体会到自己学问还不够 对文学的认识有限 这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原因 后来让我想要到台湾来继续升到 特别是要增进自己在文学方面的知识 所以我在《学生周报》工作了两年多吧 我就申请到台湾来念书 之所以选择念外文系 其实是有原因的 当时在马来西亚读到不少 台湾的作家像白鲜勇啊 王文兴啊 欧阳子啊 他们都是外文系出身的作家 所以我觉得到外文系来 读书可能会有机会增加自己对文学的知识 说不定能够刺激自己创作 印象深刻的就是 像刚才我提到朱立明老师教我们 National Hawthorne 是四九世纪很重要的 有代表清教思想的一个小说家 朱老师 朱立明老师的方法是比较传统的 美国文学研究的方法 注意那个时代的思想 这个作家的背景 他的信仰诸如此类的 另一位老师是朱原老师 朱原老师 朱原老师教美国现代文学 现代小说 我在他的班上读到很多 过去没注意到 没有读到 注意到但是没有好好去读 像福克纳 福克纳是在我看来是 一直到现在为止 还是美国最重要最伟大的一个小说家 我们读了大概他的小说三四本有吧 都是重要很难读的小说 在课堂上这个一页一页的讨论 另外这个一个是海明威 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 我觉得对我影响比较大了 就是一个黑人小说家 Ralph Ellison Ellison他的隐形人 Invisible Man 这是我读这么多年 在课堂上读书 受正式的教育 第一次在课堂上读到 美国黑人的文学作品 所以突然间发现了一个行天地 但之前我不是不知道 美国黑人文学有很多了不起的作品 像James Baldwin Bauer Wint 我在没来台湾念书之前 我已经读过他的作品 少部分他的三文 跟他的小说之类的 但正式我说的正式在课堂上课 就是上了 跟朱元老师上了 Ellison的那个隐形人 这个对我很大的刺激 我记得以前朱立民老师的研究室 就在这一代 现在都大概都换了 别人的了 很不起 经过了几十年 我还是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 我说有时候 自己当老师的时候 就想想说 自己有没有办法说 像以前的老师这样 在某一种课 或者某一些时候的某一些谈话 启发 启发学生 这些老师都给我留下 相当深刻的印象 也带给我很多的启发 我几篇的升等的著作专书 受到有成老师非常非常大的启发 比如说像我写的战争的记忆 因为李老师常说 我们都是一个冷战后的一个产品 我们从战然后从离散去看待 比如说我们对待异乡人 那特别是现在凸显了很多的难民的问题 我觉得李老师某种程度 在台湾的英美文学研究当中 他其实是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推手 我的博士论文 身为共同指导教授李老师一定有看过 然后当那时候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 都希望多写一些 多写一些话 可以达到叶数或是字数的要求 那可能是introduction那一章 或者是第一章 老师改完寄回来 他批改的评语 或者他注记的版本 那我就看到上面 就在我写的某一段话的旁边 就写了大家都知道 他的评语是大家都知道 那我觉得这句话是很震撼 虽然也是很好笑的一句话 那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为什么会特别要指出这一点呢 就是他可能觉得 你的文章不要为了写而写 就是要言之有物 而且是要恶要精准的 把你要表达的东西给呈现出来 从上课的这个课程的内容 还有从这个论文的撰写 老师一直都是很细心的给予指导 跟给予鼓励 但我印象最深刻的 其实还不只是这个写论文 跟学习学术上的这个训练 我对老师最感谢 也最觉得最温暖的是 老师其实对于我的生活 跟学习的状态相当的关心 他可以认得记得我所有 跟他提过的家人的名字 那他每次跟我见面的时候 也都会一一的问候 家里的这个长辈 还有小孩的状况 所以我每次跟老师见面的时候 会觉得老师其实不只是在意我 说我的功课做得好不好 书做得好不好 另外实际上他也很关心 我的生活上的这个状态状况 所以不只是我被照顾了 连我的小孩子我的太太 也都是在老师的问候 照顾底下我们一起成长的 哦 怎么搞 又被设计一次 他真的很有意识地 在做一些成先起后的工作 我所谓他很有意识的地方 在于说他其实是很 很主动地在关心 他工作环境当中所有的后辈 不仅仅是学术上面的 这些新进的研究人员 同时也是在行政室里头 跑前跑后 然后做很多这种文书工作的 这些同事 就我印象所及 他其实跟那个行政的同事 还有他的助理都处得非常的好 那很多的助理也会在他卸任之后 觉得很怀念老师 不当主管了 或者说也会借着这个老师 到行政室的这个机会 大家会跟他寒暄 那这个我觉得是 就主管 那主管来讲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 一个状态 那老师对我来说也是像 爸爸一样的存在 这样子 对 就像刚刚讲过 他就是会把你放在心里面的 所以他无论 只要出过开会 一定有带东西给我 对 那给别人 给我的一定是比别人更好一点的 对 就像我今天带的项链也是 但是老师应该是去 可能是去奥地利开会带回来的 还是 不太记得 就是因为太多了 项链好几条这样子 对 就是他就是会觉得想留给我可以 用比较久的礼物 对 就是他会记得 记得我喜欢很多东西这样子 也会很希望可以带我去吃很多好吃的 对 就是很谢谢老师 所以我有 我觉得我跟老师拍的合照 可能比我跟我爸拍的还多 我知道老师对我不是只是老师 他 因为老师也没有女儿 然后我就会 我就觉得 好像被女儿般疼爱着的一个长者 那之后就是 我生了小孩 我觉得老师很 让我惊讶 有一次我在陈纳教书 然后有一次我一下课回去 我手机有好几通老师的电话 结果老师跑到我家去 老师跑到我家去 他到屏东去演讲 然后呢就跟那个学校人讲说 他想到一个地方叫做林边 然后人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载着他 他就拿着我爸妈的住址 然后就找到我家去 因为我们家务农 然后我爸妈就是知道老师喜欢吃荔枝 因为老师来自马来县 他喜欢热带的水果 我们家就种荔枝啊 他联务 然后收成的时候 我妈妈就会寄给老师吃 我没有想到 他居然把他们的柱子留住了 然后挑一个时间 就是特别去看我爸爸妈妈 然后跟他们说一声谢谢 然后就走了 假如我也能够 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做老师的 所以我一直也很希望就是从老师那边学到 一代传一代的话就是老师那种春风话雨的感觉 那种不让人家害怕 那也希望能够对自己的学生是用同样的方式 那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老师在我的心里剥了一个种子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再把它散布出去 成为一个像老师这样的太阳光的好老师 真的感激 这个友情让我非常感动 老师说我很多场合都说过 各位让我的生命其实丰富了很多 其实一个年轻人 50年前从马来西亚过来什么都没有 现在身边一大堆人 这是最大的成就 跟其他都不能比 有各位是我最感激的地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年回去的时候那种感觉很强烈 觉得特别是感伤 有一点感伤就是说 我可能要回到台北另一个家 那这里的家不知道什么所有才会看到 我即使现在这个经济上没有什么问题 要回去 但是不是说你要走就走 还有很多事情有家有自己的工作还有很多 commitment 是这个你打印要做的事情 不是说要走就走 它应该就是小学之后就离家 就是小学毕业以后中学就到槟城念书就是自己一个人了 对所以它还是说越长大就离散的越来越远这样子 那因為他就是算是我覺得是苦過來 因為不管是生活物質或是精神方面都是要靠自己 我們都是我啦 像張景忠老師你要去訪談 都是離散的人 張景忠還發明那個什麼是再離散什麼 什麼之類的 我沒有想那麼多啦 離散就離散啦 這個我們的命運就是這個樣子嘛 你就接受 對 講再離散就是你很難很難說離散到我們這一代就結束 因為我們是馬來西亞人 在馬來西亞公民 所以就不是離散 那這樣好像很奇怪嘛 所以我自己不願意這樣來看 那再離散是因為 因為雖然說 藏後這個叫後殖民國家自己獨立 那好像有了國家有了國籍 在裡面生活人就有了這個新的國籍嘛 那新的國籍的下一代就是這樣而然的就是就是 但是歷史好像也不是這樣而寫的啦 劇本不是我們想像怎麼走就怎麼走 這就是你自己要想辦法的 你可以很自然的不必太去思考的問題也可以 但是有時候有人會挑起你讓你去思考的問題 包括比如問你身份的問題啦 還有像黃錦素張貴青的這些大小說家人家問 你怎麼還不寫台灣的議題啊 諸如此類的東西啊 我的寫作得獎啦出書啦 包括我的工作都是在台灣完成的 所以這一切都是台灣給我的 所以我一直認為我是台灣人 我沒有這方面的困擾 那至於有人質疑我 為什麼一直沒有寫以台灣做背景的小說 那事實上我的下一部小說 這是以台灣做背景的 但是我認為這不是一個問題 今年剛剛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 坦薩尼亞作家 他20歲的時候離開了坦薩尼亞到英國去 那麼他總共寫了10本長篇小說 每一本長篇小說都是以他的故鄉 坦薩尼亞的一個小鎮做背景 那麼英國作家跟全世界的作家 都沒有質疑他 你為什麼從來不寫英國做背景的小說 所以我認為如果台灣作家質疑我這一方面的話 那就未免太短視了 當然這些人會從負面來看說 阿民你覺得你自己是禮善主義 那第一個你好像第一個不效忠於你的原鄉 第二個你也不效忠你的居留地 你又是馬來西亞人 為什麼你要說你是禮善 那我的想法其實不是這樣 他就是一個明刻在你身上的東西 像你是猶太人 你是猶太人嗎 一輩子都是 四輩子都是嘛 對不對 你沒辦法 那你要你要一個紅環種人 要混多少袋以後才變成皮膚變白 我也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大概不需要這樣來看 因為人畢竟最主要還是主體性的問題 而不是一個膚色的問題 我大概從初中開始寫作 然後高中也慢慢寫 早期的詩歌呢 其實非常寫實的 跟鄉土有很大的關係 都是在寫我遺村的那些情形 甚至有時候還會有寫一些古的聲音 打崩打崩打崩這類的那種古的聲音 有一次把它這個泥人畫在那個 在詩歌裡面 非常寫實的 跟小時候看到馬來人的舞蹈啊 或者他們結婚的場面啊 可以說我開始寫詩 寫作跟自己的離散經驗就有很多關係 後來我做離散研究嘛 就是跟自己離開家相仇有很大很大的關係 沒想到這個題材就跟著我的一輩子 所以後來自時到現在呢 寫詩 這種離散的經驗還是有時候 還是會進入我的詩裡面去 1976年我 離開馬來西亞好多年後 大學畢業後就第一次回去 在機場的時候被 被那個 那些官員啊 機場裡面的海關的官員就 叫到一個房間裡面去問話 我那時候有一點心裡有一點害怕的 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沒有人知道我被帶到裡面去 二十來歲的一個年輕人 沒見過很多試驗 對整個情況不是那樣 他們問了很多東西 問我在台灣做些什麼 我說我不是在讀書嗎 問我怎麼不回去 我 所以感覺很 很厭法 說得不聽 這麼大不了的事 你怎麼來問我這些事情 我又沒有犯法 沒有回馬來西亞 我也不是 也不是犯法的事情 對不對 你為什麼會把我拉進去問話 我當時心想說 一個馬來孩子他會這樣子嗎 那種意識就慢慢出現了 跟我童年的時候 感覺不太一樣 童年的時候 我也有些馬來孩子的朋友 左鱗又什麼 那種感覺就是 大家都在一起 就是沒有什麼 什麼嚴重的隔閡之類的 但是那個經驗對我很不好的 那這種族群的意識就慢慢滋生了 在這之前不是沒有 就是特別是5月13號 1960年5月13號的那個 種族暴動發生的時候 這種意識就是開始出現 但是我自己親身碰到了 我那種強烈感 很強烈感 所以後來我對種族的問題 怎麼關心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可以說我整個學術 很大的一個關心點就是種族的問題 階級是另一個問題 其實基本上都是站在一般比較弱勢的邊緣的人的角度來處理這些問題 所以我關注的文學也是屬於比較少數主義或弱勢主義的文學 所以是有很複雜的關係啊 親身的體驗跟上課的情形 然後有一些文學理論啟發了你 所以你很難講說是某一個原因是這樣子 但是一定是很複雜的東西在那裡 所以變成像我這樣的一個人做這樣的研究 或者邊緣其實是一種心態嘛 就算你是一個原來是在邊緣戰鬥的一個政黨 你執政以後 你還是可以關心邊緣的問題啊 邊緣的這種被欺負的 或者是比較弱勢人的議題啊 所以是一種感情 是一種心態 甚至是一種看世界的方法 我常常說台北的捷運蓋不起來 沒有那些離散到這裡來的 這些外籍勞工啊 移工之類的 那麼常常在大安公園裡面 我看到很多印尼的 來自印尼的或者越南的女傭啊 推著老人家 這些老人家身體都沒辦法走了 那怎麼辦 走這裡 來 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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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 還有意見 爸爸爸爸 來 不是常說這個 莫忘初衷嗎 就不要忘記你原來 做這個研究的動機是什麼 你希望透過你的研究 對某一些階層 某一些族群 他們的現狀能夠帶來一些改變之類的 至少刺激人家去思考 能夠建立一個比較合理的 比較讓人家覺得 過得比較幸福的一個社會 我跟善老師是幾十年的朋友 大家都說 教不理夢 夢不理教 指的就是像我跟善老師這樣的交情 所以要找一個很了解我的人 善老師可能是數一數二 算是很了解我的一個人 哇 去吧 哇 他準備了兩夜 好吧 到陽台去 那就把他看 跟貝敬家吞人家 看看效果 好 其實他從1977年到研究院 現在已經44年 可以說資歷是最完整的 從研究助理到助理研究員 副研究員 研究員 特聘研究員 退休之後還擔任兼任研究員 在中研院能找到這樣資歷完整的 大概沒有幾個人 而且前後跨了44年之久 我在說二的時候 來中研院是很偶然的 那時候是我的老師 朱元老師 那個時候缺一個助理 問我要不要到這裡當助理 其實我什麼都不懂 那時候也不知道當助理要做什麼的 可能來 最來這一代就四十幾年了 就從研二的時候 那就1977年左右吧 到這裡來 剛剛來當然不太懂 因為中研究員 其實遠離市區 那時候也不是有太多人會到這個地方來 交通也不是很方便 來一趟從台大到南港中央研究院的所在地 差不多要一個半小時以上 蠻遠的 那時候中校東路 就昆陽站過來的 到南港站那個地方 還那個馬路還不同的 我們必須 大公車必須 繞南港路 這樣過來到這個研究院路 所以蠻荒涼的地方 不像今天的發展 那個樣子 做行政經過這麼多年 我所長當了六年 所以前後我做行政大概做了十年吧 另外就是我後來發現 這個各特別外輪學們 各類的長輩的這個大小事情 李老師都無意不予這樣 譬如說原來學 這個 主任老師過世以後 他編主任老師的這個紀念文集 他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他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他其實做了很多照校鋪路 聯繫上下的這個工作 對 那也做很多這種 情感上的工作 那我覺得這個大概最凸顯的就是 李永平老師過世的這個過程 就是他最後走掉之前的這個過程 以及他在這個中山大學做離山工作坊 這個過程當中給大家很明確看到的一種 呃 如目上下的這樣的一個感受這樣 其實就是一個犧牲奉獻 服務 呃 談不上犧牲啊 自己自己其實也成長了很多 你剛才也提 我忘了提跟告訴你 其實自己眼界會寬闊一點 然後你對於醫院裡的業務啊 會瞭解的更多 我後來交了很多朋友 在秘書組組員或者 當院長的助理的時候 我幾乎每個所都去過了 因為那時候有一個活動就是 院長與同仁喝咖啡 每個月啊 都要到不同的所去喝咖啡 我就會陪院長去 然後整理紀錄 就由秘書組的同仁把它整理出來 登在我們的中央研究的周報裡面去 所以我到每個所都會走過來 我要對各種各樣的業務清楚的 比較清楚一點 所以也認識了很多人 交了很多朋友 所以有時候走在路上 還是有很多人會打招呼啊 吃個飯很多人會打招呼 這樣也很有意思 真的啊 要拍紀錄片了 難怪你今天穿比較帥啊 帥啊 穿得比較好看 我這樣太不會了 很特別的是他是一個會關心 但不做太多要求的長輩 然後他是一個會不斷提醒 但是不會這個指東到西的長輩 我是相當這個能夠放手的人 我當然很多事情都會看著 但是很尊重每個人的做法 因為這些行政同仁呢 其實每一個的經驗都比我多 他們處理事情的經驗呢 累積下來是相當可寬的 許多事情方面 也都是他走前我一步 很多事情等於我是在他的引領之下所走的 那還有包括日常生活當中 個人所遇到的一些喜怒哀樂的事情 也會跟他說 他也會給我一些建議或者開導 所以人生當中真的很難得有這種緣分 然後有這個十年同學 三十八年同事 四十五年的好友 這個真的是人生當中難得的因緣 所以我也非常珍惜這份緣分 回到台大來都會來看這個樹 有時候在這裡開會啊 都會看這個樹 你看到現在還是開得非常好 它的樹葉還是很茂盛 你第一次進來文件的時候 它就在了嗎 哦在了很早就 這個一定是超過五十年 一定是超過五十年 當年這一頭黑髮 沒想到這個幾十年後 我就買頭牌白髮了回來看看 剛好現在敲鐘 又聽到很熟悉的台大的腹中的聲音 據說是會敲響二十一下 但我從來沒有好好數過 所以人家說是腹中是響了二十一下 就是上下課都會這麼敲 但是我從來沒有好好去數過 那是1986年 1986年的夏天 閉晃眼就這樣子過去了 已經以前掌聲了 我們保持了床 這裡不曾經 我們坐在床 然後我們在床 請說 常時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